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继续咱们的众口袁子温系列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该系列的第二部《爱的曝光》 袁子温导演的三宝开车截肢跟霸稿 在这部作品中也有充分体现 并且对于人性的刻画更加细腻且深刻 一个关于原罪,关于变态的故事 也是关于爱和救赎的故事 看完之后,您对人性的理解一定会得以刷新 主人公优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 一家人每天都在餐前虔诚地祷告 父母十分恩爱,生活平淡而充实 但优的母亲体弱多病 在他小学时候就离开了人世 弥留之际,优的母亲嘱咐他 要找一个如同圣马利亚一样纯洁的伴侣 并将自己祷告使用的圣母像给了优 这是优和母亲的约定 在优的母亲死后,父亲哲决定 在当地的教堂担任神父 父子儿人搬到了牧师的住所居住 哲为人温和,对圣经的讲解也生动有趣 在当地的教徒中有着极高的身亡 父子儿人的生活还算安逸 但,一个女人的出现打乱了她们的生活 一天哲正在教堂步道 一个穿着暴露的女人却在台下毫顾不值 在步道结束之后,这个女人也没有离开 反而躺在教堂的长椅上不住地绰其 哲关切地上前询问女人是否安好 女人却激动地请求哲让她也变成基督徒 她哭泣着,似乎一秒也等不了了 说话间,居然激动地晕了过去 哲急猫唤醒了女人 告诉她入教的事情要慢慢来 从此之后,这个名为薰的女人 就强势地介入了父子儿人的生活 她买了一本圣经,每天都去教堂听哲的步道 穿着性感的薰,与庄严的教堂格格不入 但哲还是十分耐心地为她讲解着圣经的内容 薰迷恋上了哲,总是迟迟地盯着哲的面孔 她没有注意到的时,哲也时不时地偷瞟一下 她短裙下的大腿 过了不久,哲就为薰实施了洗礼 从此刻开始,薰就正式成为立名基督徒 她急切地要求做忏悔,哲答应了 两人独自相处在狭小的忏悔室内 中间只隔着一块镂空的挂帘 哲看不见薰的脸 只能听她倾诉着自己的爱意 她说自己爱上了一个不被允许去爱的人 哲明白薰说的是自己 作为一个神父,她是不可以恋爱结婚的 哲内心复杂,正在组织语言 薰却一把抓住了她的手,按在了自己的胸口 哲大惊失色,正要将薰赶出去 可看着薰无助的绰其 请求她倾听自己的忏悔 薰不得已只好坐回椅子上 下一刻,薰就向薰要了她的电话号码 薰没有拒绝,只想快点结束着尴尬的忏悔 忏悔结束之后,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了教堂 薰的电话却在死时打来 她告诉薰自己现在就想要见到她 约她到附近的小公园见面 薰硬邀来到公园,却被薰热情地扑倒在地 即便是薰恼怒地给了薰几个耳光 她也依旧不依不饶地缠上来 没人知道那天在公园里发生了什么 只是在那之后,薰就搬离了牧师的居所 在外面租了一套房屋,薰也跟着住了进来 薰知道薰是为了不被教堂发现 自己与人相连,才躲在了这里 搬家的时候,薰舍弃了很多东西 唯独留下了母亲的遗物 内尊高级的圣母像 薰与父子二人的生活引来了当地居民的注目 所有人都知道,薰是不被允许谈恋爱的神父 但这看似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 薰与薰仅仅在一起生活了三个月 他的性格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薰中日和薰私混在一起 却绝口不提要和他结婚的事情 这让薰非常生气 时常讥讽薰道德败坏 一天,薰在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不顾薰的苦苦挽留 提起行李箱就离开了薰的家 这件事彻底改变了薰 整整一周他都不曾讲话 之后便开始像个犯人一样祈祷 不道的内容也不再轻松有趣 反而格外沉重悲伤 一天晚上,薰要求薰以后每天都要去教堂忏悔 薰答应了 第二天放学后,薰寻着父亲的要求来到了忏悔时 他跪在矮凳上 看着镂空挂帘后,父亲模糊的脸 反省着自己的罪念 可薰从小便温柔纯洁 他会帮童鞋捡起橡皮 甚至小心地避让路上的蚂蚁 薰想不到自己有什么罪念 可哲学冷漠的断定,薰一定有罪 强硬地逼迫他反省 甚至告诉薰,如果他觉得自己没有罪 那么他的罪过就是没有发现自己的罪 并要求他第二天一定要找出自己的罪念 可到了第二天 又也并没有想出自己犯了什么罪 他的记忆中只有生活中美好的片段 只能硬生生扯出一件小事 说自己将雨水溅到了别人的身上 薰仍旧不满意,继续让U反省着 可U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 他并没做什么错事的能力 但他深爱着自己的父亲 为了让薰满意 U只能像挤牙膏一样 找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当做自己的罪念 日子变得格外压抑起来 大概过了三个月 薰也并没有恢复网人的温和 反而变本加厉地压迫起U 每天早晨 这都会让U承认 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忏悔仍旧在继续 可天性善良的U 再也想不出自己的罪念 只能扯谎说 自己没有扶一个老人过马路 但实际上 他是帮助了那个老人的 这样着力的谎言 自然没有瞒过者 当晚 这就拆穿了U 那颗U意识到 为了被父亲承认 只能真的去犯些罪 为了犯罪而犯罪 听起来无比荒谬 但U不得不这么做 他开始践踏路上的蚂蚁 掰断同学的橡皮 将孩子们的球 往很远的地方踢去 这一天 U终于能坦荡地 忏悔着自己的罪念 而父亲哲则代表神明 宽恕了他的罪过 但当晚 哲却说他对U很失望 因为U忏悔的罪念 并不是发自本心的恶 这也就意味着 他并没有虔诚的反省 第二天 哲就离开了家 只留下一张字条 和一张银行卡 哲搬回了牧师的住处 让U一个人生活 U狂奔到教堂门外 挽留父亲 可哲却只是冷漠地 让U回去 甚至不允许U 再叫他爸爸 只能叫他神父 屋外下起了瓢泼大雨 看着父亲冷漠的背影 U气不成声 在街道上徘徊 正巧遇上两个小混混 在路边踢打自动翻手机 U心中的悲伤无处发泄 也跟着打了起来 翻手机翻倒的声音 惊动了巡逻的警察 三人慌忙逃窜到了一个小巷里 这个帽子上戴着 许多标签的男孩 叫标签浩尔 另一个叫高广 年纪相仿的三个少年 一见如故 很快熟络了起来 浩尔和高广带着U 去见混混中的前辈 U很快学着偷车的前辈 行动了起来 混混们将U 带去了地下团体的聚会 看着他积极为了犯罪 而去犯罪的样子 混混们很快接手了他 从此之后 U就时常和浩尔高广 与前辈私混在一起 他从三人身上学习 如何偷窃 如何抖殴 时常满身是伤的 出现的教堂和教室 但U反而感到了快乐 他终于能坦荡地 忏悔着自己的罪念 而这也总是代表神明 宽恕他一切的恶心 小伙伴们知道 U是为了赢得父亲的认可 才犯罪 便给他支了一个招 既然要犯下更大的罪念 不如就从神父们 最讨厌的淫欲开始 在朋友们的捣窜下 U败在了情色大师的门下 学习偷拍女孩群体 风光的技巧 U是非认真努力 也得到了大师的认可 大师告诉U 偷拍是一种神圣的行为 但世间任何神圣的行为 都会受到惩罚 就连耶稣也无法避免 大师鼓励U 去寻找内心的玛利亚 因为 她就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处 U很快将偷拍的技巧 练习得炉火纯青 她穿梭一大街小巷 迅速地拍摄下 每个女孩的裙地 她也照常每天都去教堂忏悔 告诉父亲 自己在做这样的恶事 这果然无法容忍U的偷拍行为 再也无法保持神父的端庄 一个耳光 甩在了U的脸上 U却十分开心 哲终于不再作为一个神父 无止境地宽恕他 而是作为一个父亲来管教他 惩罚他 可哲并没有给U更多的说话机会 就关上了忏悔时的大门 但U很快就有了新的困难 他发现无论自己拍下多少女孩的裙地 自己的身体也无法产生任何反应 如果这样的行为 不是出于隐喻 又怎么能算作是真正的原罪 从而让父亲满意呢 可无论U怎么尝试 胯下的器官移动不动 每当他试图想象情色的场面 圣母玛利亚高洁的身影 就会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或许只有心中的玛利亚 才能真正地刺激他的身体 有了这样的想法 U一边在街上不断地偷拍 一边寻觅着内心的玛利亚 而忏悔也变得更容易 每当U说起自己的偷拍行为 哲都会怒不可恶地给他几个耳光 U非常高兴 他认为自己找回了父亲 可就在一个下午 哲再也不许U进出教堂 也禁止他再来忏悔时 U十分悲伤 只好跪在教堂门外 忏悔着自己的罪行 深夜下起了瓢泼大雨 他依旧坚定地跪在雨中 察觉到身后走过了三个女生 U下意识地掏出相机 拍摄了他们的群体 女生们很快发现了U的动作 抓着他就要去报警 然而其中一个叫灵的女孩制止了 他对身为基督徒 却在偷拍的U十分感兴趣 甚至原谅了他的行为 第二天 U的伙伴们决定向他拜师求教 希望学习偷拍技术 U也没有吝啬 爽快地为三人讲解起偷拍的要灵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谨慎 隐蔽和大胆 在U的教导下 三人都提高得很快 纷纷开始在街上 那些偷拍的记忆 但没人发现 在不远处三个身穿白衣的女孩 拍下了这一幕幕 这正是零的三人小团体 他嘲讽地笑着 不知道在打什么算盘 虽然U不被允许进入教堂 也就很久没有见过父亲了 但好在和朋友们在一起 U的生活也算得上开心 可就在一天晚上 因为担心着很久没有去教堂的儿子 哲决定回家看看 但U却发现 父亲变了 哲的步道恢复了以往的生动轻松 人也重新变得温和慈爱 还说要给U介绍一个人 这样U的内心质质不安 这一天 U在路上遇见了很久不见的熏 他一时呆住了 也隐约猜到 父亲的改变或许熏有关 这时的U没有想到 这个女人的归来 会给他们一家 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天 U正在和小伙伴们 开例行的每周会议 他们会收集一周拍到的照片 接着四人进行比拼 朋友们和U打赌 如果U的相片不是最好的 就要男扮女装上街 还要亲吻自己心意的女孩 U对自己的记忆十分自信 胜券在我的答应了 可没想到 朋友们的照片比得得更好 U只好甘拜下风 换上了一套黑色的风衣裙 戴上假发墨镜 和一顶礼帽走上了街道 看起来就像个 英姿飒爽的女老板 而此时此刻 熏正在车上 与一个女孩起了争执 这个女孩叫杨子 是熏前夫的女儿 虽然熏已经和杨子的父亲离婚 但他一直将杨子带在身边 格外疼爱 这次发生争执 是因为熏再次迷恋上了哲 他决定将哲和U这对父子 介绍给杨子 以便私人组建新的家庭 但杨子甚至熏朝三暮四 换男友如换衣服 每次一清别恋 杨子都要跟着转学 杨子对频繁的奔走感到厌烦 一番争执之后 他不顾熏的挽留 下车离开了 没有人注意到 此刻熏的轿车后面 仅仅跟着两辆黑色面包车 其中一辆面包车里坐着的 正是灵的小团体 他们蓄谋已久的计划 在此刻终于开始实施 灵吩咐手下去教训杨子 一帮地痞流氓打扮的人 就从另一辆面包车上蜂拥而下 凶神恶煞地朝着杨子奔去 看着朝自己包围而来的流氓 杨子没有慌张 他早已经习惯了 大家都有的生活 在遇见熏之前 杨子一直跟着父亲生活 他的父亲是个放浪行骸的男人 总是肆无忌惮地带女人回家 当着杨子的面 无所顾忌地调情 甚至在酒后CEO打他 熏也是父亲的前妻之一 不过两人的婚姻 很快就结束了 自死之后 父亲又回到了他糜烂的生活里 杨子憎恨着父亲的浪荡与暴力 他对原生家庭的厌恶无处发泄 就去做了拆卸房屋的兼职 破坏房屋的感受 让他终于能从家庭的压抑中 得到喘息 杨子也迷上了摇滚乐 不过他喜欢的乐队 大部分都是女性主唱 只有科特 是他唯一喜爱的男性歌手 但很快 拆卸房屋已经不足以 释放杨子的愤怒 他开始寻衅滋识 和路边的混混打架斗殴 在他心里除了科特之外 所有男人都是他的敌人 但杨子没有想到 父亲竟然在一天强硬地 压住了他的身体 并大言不惭地说着 他和女人私婚 是为了给杨子找一个母亲 而这一切 都是出于对他的爱 这畸形的爱 让杨子再也无法忍受 他变本加厉的 和街边的混混斗殴 将所有人 视为自己的敌人 但薰再次出现在了 杨子的生活里 活泼外向的薰影响着他 他也不自觉地 喜欢起薰来 鄙视的薰刚刚和折分手 他跟杨子说起耶稣 说耶稣比杨子喜欢的 男歌手科特还要厉害 这是杨子第一次听说耶稣 他读起了新约 认真地了解了 这位伟大的救世主 杨子崇拜起了 这位几乎全知全能的人民 他虔诚地向耶稣祷告 庆幸自己在父亲的身下 守护着自己的真结 虽然杨子还是厌恶男人 更厌恶他们丑陋的情欲 但他心想 如果有一个耶稣般存在的人 他或许可以接受 镜头回到当下 杨子和混混们对峙着 在他动手前 虔诚地向耶稣祷告时 身后的混混 觉得杨子的动作愚蠢好笑 便将一块白色纱布 盖在了他的头顶 路过这里的优恰好看到了这一幕 那一瞬间 圣母玛丽亚和面前杨子的身影 重叠了起来 这奇妙的相遇 宛如一场奇迹 优终于找到了心中神圣的少女 为了保护杨子 优也加入了这场混战 两人游刃有余地 抵御着混混们的攻击 很快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在混战的间隙 优仍时不时痴迷地望向杨子的身影 他确信面前的少女 就是自己今生的真爱 战斗结束后 杨子崇拜地和尤打起了花 激动地跟她道谢 尤不愿意让自己心意的女孩认为 自己是个男扮女装的变态 只好化名为蝎子小姐 掐着嗓音回应着杨子 两人正说着话 一阵风掀起了杨子的裙摆 少女的裙下风光一览无语 尤再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与爱慕 热烈地亲吻了杨子 杨子并没有反抗 反而入怀春少女般脸红心跳 两人之间充满了情窦初开的粉红泡泡 勋那边也可以说是激情四舍 在杨子堵气下车之后 他却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急切地赶去教堂寻找哲 一见到哲 勋就迫不及待地命令对方和自己结婚 哲深深地看了一眼 虚久不见的爱人 不顾自己的身份 肆无忌惮地与勋热闻 在深深的教堂内 两个热情的躯体交缠了起来 当勋赶回杨子下车的路口时 自称蝎子小姐的又已经离开了 只留下依旧羞涩的样子 正正地望着又离开的方向 当晚 勋回到家中 回想起今天看到杨子群体的一幕 他的身体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反应 以往毫无动静的器官 正招摇地挺立着 而杨子这边也满心爱恋 只不过 他并不知道自己信信念念的蝎子小姐 是个男人罢了 回到家的杨子 还顾自己填满了女哥收海报的房间 猛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是个女同性恋 勋和杨子都在自己的房间内幻想着 再次与对方碰面的场景 回想起今日的吻 两人的心里都充满了甜蜜 因为这场奇迹般的巧遇 而兴奋不已的他们没有意识到 这是灵精心策划的阴谋 灵是当地兴起的邪教 灵教会的头目 决定通过瓦解忧的家庭 来为教会增加信徒 他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纯粮无海 背地里 他不但参与扎捐赌博的生意 甚至是一名毒枭 而这些非法收入 最终都上交给了灵教会 灵之所以成为了这样的人 跟他的父亲脱不了干系 灵的父亲在万人眼中 是一个模范的基督徒 他信仰坚定 生活体面 但只有灵一人知道 他是如何在这个人面受心的男人手下求生 灵的父亲对于淫欲深恶痛绝 对灵稍有不满 就用皮带狠狠地戳打他 一边斥责着灵的淫灰 一边命令他 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念 在这样暴力的教导下 灵无比厌恶自己的身体 甚至对所有人都产生了攻击刑 他杀害了M自己的男同学 手拿刀片在学校走廊中挥舞着 大声斥责其淫欲的罪恶 在灵从少官所出来之后 却发现父亲已经中风了 曾经暴怒着殴打自己的人 此刻一动也不能动了 却只有胯下的器官 突兀得起了反应 多荒谬啊 怒斥淫欲的人 在中风之后 却会有生理反应 愤怒席卷了灵 他硬生生掰断了父亲的器官 甚至还觉得不够 他拿出了剪刀 血液喷在灵的身上 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被解放了 事后他随便找个借口 便搪塞过了警察 就在这时 他遇见了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是灵教会的主教 他将灵带到了教堂 主教告诉灵 这里是他人生的尽头 灵在灵教会接受了再教育 他一次次问主教 为什么选择了自己 而主教也总是告诉灵 他身上有着原罪的味道 用耶稣的方式去寻找原罪 就会发现上帝 总是折磨着那些 有着原罪的人们 起初灵并不知道 原罪究竟是什么 但在遇到忧的那一刻 他也察觉到了原罪的味道 看着忧在雨夜中忏悔着 并不发自本心的罪孽时 他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那一瞬间 灵对忧产生了无尽的兴趣 他迫不及待地 要看忧和自己一样 痛苦而堕落 他告诉主教 忧的父亲哲 是基督教堂的神父 如果能将他拉进灵教会 一定能广输教徒 主教有些犹豫 但还是同意了 从此灵就开始了他的邪恶计划 和阳自巧遇后的忧 时尚心不在焉地发呆 脑海中都是他身披白纱石的圣洁模样 不过两人的重逢很快就到来了 杨子作为转学生 进入了忧的班级 和他只隔着一个空座位 忧看到杨子欣喜若狂 但杨子完全没有认出 他就是那日的蝎子小姐 忧只好用老头的搭讪方式和他搭话 可是男人为敌人的杨子 完全没给他任何好脸色 忧明白 或许只有穿上女装 掐着嗓音 伪装成蝎子小姐 才能和杨子好好说话 一天放学后 忧穿上风衣 他欣喜地向蝎子小姐奔去 倾诉着自己的想念与爱慕 忧将自己的联络方式给了杨子 并告诉他 如果有困难 就给自己打电话 一天晚上 哲安派了一次聚餐 说是要给忧介绍一个人 忧没有想到 来人正是曾经抛弃了哲德勋 和他日思夜想的杨子 而哲安派这次聚餐 正是要告诉忧和杨子 他和勋准备正式生活在一起 以结婚为前提恋爱 不过辞去神父的职位 还需要一段时间 也正好让忧和杨子熟悉熟悉 可杨子却露出了鄙夷的神情 他无比厌恶这个 天天盯着他看的为所难 一想到和忧生活在一起 甚至以兄妹相称 杨子就觉得无比恶心 他借故离开餐桌 给心爱的蝎子小姐打去电话 接到电话的忧 也很快离开了餐桌 他手忙脚乱好一会儿 才平息了紧张的情绪 掐着嗓子接通了电话 只听见那边 杨子委屈地哭泣着 控诉着忧对他的死缠烂打 忧只能用蝎子小姐的身份 开导杨子 他告诉杨子 或许那个男生早就知道了 你们要成为一家人 所以想尽快熟络起来 当一个好哥哥 如果杨子真大爱他 就应该好好地对待忧 把他当成一个哥哥 尽管杨子依旧无比厌恶忧忧 但出于对蝎子小姐的承诺 也没有再对忧冷言冷语了 够坏心思的两人并不知道 他们的手机不知道在何时 被灵装上了监听设备 此时此刻的灵 正在面包车中 听着忧拙劣的谎言肆意大笑 自此之后 忧就隐瞒着身份 和杨子生活在了同一个屋檐之下 那段时间忧过得格外轻松 杨子遵循着和戏子小姐的承诺 强扰着恶心 每天对着忧笑脸相迎 一口一个哥哥 父亲也对忧倒了钱 并解释到 那是因为自己无法接受自己的罪过 所以才强迫着忧忏悔他的原罪 但就在一天两人上课时 杨子却突然发现 一直盯着自己的忧 胯下撑起的小帐篷 烟雾在他的内心翻滚着 到了晚上杨子去洗澡时 又偷偷进入了杨子的房间 翻出了他的内衣 杨子走出浴室的声音惊动了又 他迅速躲回自己的房间 浑然忘记了 手中还抓着杨子的内衣 可是现在放回去 也已经来不及了 不得已 又只能将他放在了自己的房间 而此时此刻 哲和熏又一次发生了争执 熏愤怒地无视着哲的求欢 这个男人只知道 与自己私混在一起 承诺中的结婚 却还遥遥无期 他赌气要带杨子去酒吧跳舞 却被哲炙热的蚊阻拦了下来 哲向熏承诺 明天就会向教廷提出辞职 熏相信了哲的诺言 甜蜜地依偎在他的怀中 夜里 满心思念的杨子 给心爱的蝎子小姐打去了电话 和他竟有一腔知隔的U 接起了电话 听着杨子羞涩地 倾吐自己的爱意 他的内心满是酸涩 自己分明就在他眼前 却只能听着心爱的女孩 像一个虚构的人告白 但他只能装作蝎子小姐的声音 应和着杨子的话语 只有等到电话挂断 U才能喃喃自己地 说着自己的心意 沉浸在自己无法用真实面貌 面对恋人的心酸之中 全然没有意识到 真正的危险正在降临 这一天 U班里又转来了一个学生 正是一脸无辜的灵 他要求坐在U和杨子中间 彻底阻隔了U的视线 就在灵转来当天 一伙暴徒吃刀闯进了教室 叫嚣着要找蝎子小姐 没等U承认 老师们没有责怪凌 同学们将她当成了英雄 特别是杨子 他自以为和心中的蝎子小姐重逢 激动地物以复加 虽然面前的凌看起来 与蝎子小姐并不相似 但听她说出两人相遇那天的情形 杨子就打消了所有的疑虑 对凌满心崇拜和爱慕 两人甜蜜地拥抱亲吻 只有在暗处的U 看着杨子被一个冒牌或蒙骗 愤满不已 但当他找到凌 质问他的目的是 凌却含糊其词 甚至用曝光U是偷拍狂 以示威胁他 在那之后 凌却常常出入U的家 一开始是辅导杨子的作业 后来就彻底融入了这个家庭 时常在这里留宿 到后来 甚至和哲攀谈 倾听他诉说 自己对耶稣的信仰减弱的苦恼 而凌和杨子的关系日渐亲密 两人整天腻挽在一起 可凌知道U是偷拍狂的事情 这令U无法反抗凌的入侵 他只能任由他在杨子的面前 穿上蝎子小姐的衣服 剥去杨子的欢心 夜里 听见隔壁杨子的房间 传来的交喘声 U的内心一片苦涩 他再也无法看着杨子 和一个冒牌或亲密 决定揭穿他的面目 第二天晚上 U用蝎子小姐的身份 将杨子约到了公园 摘下了自己的假发表明 自己就是蝎子小姐 可看到这一幕的杨子 并未对U转变态度 甚至急忙逃开了 U十分痛苦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厄运即将接踵而至 第二天清晨 每个同学在桌上 都放了一张光盘 那是灵拍下的 U在街上偷拍的视频 就连黑板上 都写着 U是变态之王的字样 U偷拍的秘密 彻底败露 灵却装作一个 无无的受害者 谴责着他的行为 而杨子也因为这件事 彻底厌恶了U 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恶劣 U被学校开除了 回到家中的他 又被父亲一顿暴打 而灵却在一旁 添游家族 甚至指责他 脱了杨子的内衣 还斥责正是 哲和勋作为父母 没有管教好 才导致U变成了 现在的样子 为了U的未来 夫妻二人 也需要彻底改变自己 在所有人的厌弃 和责骂之下 U愤然地离家出走了 那段时间 U和朋友们混迹街头 虽然失去了 家人和恋人的支持 但被友谊支撑着 他的生活也算过得 有声有色 但某一天他去学校时 听说杨子和灵 很久都没来上课了 回到家里 更是发现 哲和勋也失踪了 U立刻将这件事情 告诉了朋友们 标签后二发现了一点 现在盛行的邪教灵教会 就时常诱导 整个家庭成为信徒 再加上高广听说 灵就是那个灵教会的头目 他们猜测U的家人和养子 都被灵教会控制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 哲 勋和养子 不但被灵教会洗脑 甚至已经接受了所谓的培训 成为了务必虔诚的信徒 在培训中 灵要求哲忏悔自己的罪念 这个以往高高在上的神父 终于有机会吐入自己的心声 对哲来说 他最大的罪念就是 作为神父 却没有权力服务上帝 反而因为小情小爱和勋私魂 甚至放弃了神父的身份 灵的小团体狠狠驳斥了哲 他们斥责哲对勋根本不是爱 而是因为他对性成瘾 才跟勋在一起 这不是爱 而是原罪 哲承认了 又过了一段日子 U突然接到了灵的电话 灵告诉他 如果想要见到养子 就要跟着他的指示行动 第二天 U就按照灵的要求 来到了不科夏公司 这是一家大型情色影视公司 而他则是来应聘的 公司的负责人 对U极为忠意 借谅他拍摄了 几部偷拍的影像集 虽然U不愿意干这样的勾当 但为了见到养子 只好服从灵的命令 可在偷拍的过程中 养子圣洁的面孔 不断浮现在U的脑海中 他只能一边从事着变态的职业 一边在心底 谴责自己的罪恶 但不久之后 老板就不再满足于偷拍的影像 他要求U 参与拍摄色情影片 但U的身体 只有在面对养子时 才会产生反应 无奈之下 他被老板安排到了一个地下聚会人职 在地下聚会 U成为了一个专攻变态忏悔的神父 他即使偷拍狂魔 又是神父之子的身份 让变态们趋之若无 U成为了和父亲一样的角色 只是忏悔者 全部都守着怪异癖好的人们 什么脸铜皮 爱好吃头发的人 甚至炸弹客 都被U以神的名义一一宽恕 或许变态 也有变态的神吧 就在U不断宽恕前来忏悔的变态们时 灵手下的教徒也来到了这里 他们带来了和杨子的视频通话 杨子告诉U 他曾经误以为自己是女同行恋 其实并不是这样 这只是一些错觉 这是上帝的指引 虽然走了一些弯路 现在他终于能全心全意地 皈依在神的名下 在教徒询问杨子 是否依旧唾弃忧的行径时 他冷下脸 务必厌恶地回答道 是的 教徒宣说U也加入灵教会 他不愿理会 可朋友们却在此时看到 会出现了一例成员试图自杀的案例 许多记者围在了灵教会总部的大楼前 而杨子就在那里为灵教会辩解着 称所有人都误会了灵教会的本质 很显然 他被洗脑的程度极深 U立刻投入到了解救被邪教控制的杨子的行动中 他了解到灵教会中 除了普通的教众 还有两种人 激励者和执行者 教众经历一定的培训 坚定了对灵教会的信念 就可以成为执行教会任务的疯狂信徒 即执行者 可如果要成为劝说他人入教 并监督执行者行为的激励者 就需要有极高的觉悟 并做出更多贡献 很显然 杨子已经成为了执行者的一员 而灵则是教会中最年轻的激励者 也因此成为了灵教会的头目 U祈求基督教堂的神父解救杨子 可神父们听说杨子已经是执行者后 都说他已经无药可救 并告诉U 神父的职责 不只是拯救一个误入歧途的少女 他们的使命是拯救成千上万的人 他们不会累杨子一个人付出所有的经历 顺带斥责了U 从事色情行业是无耻之徒 甚至说证实他的行为 才将杨子推进了邪教 U求告无门 也无法获取杨子的信息 只能和朋友们徒劳地收集着灵教会的信息 试图从中找到门路 好在机会很快就降临了 U在街头碰见了游荡的杨子 他一直试图唤醒杨子的内心 可杨子却丝毫不回应他的话语 U的朋友们见词 只能先将杨子绑上了车 将他带到了海边的一辆废弃公交里 朋友们留下了食物和一些日用品就离开了 让杨子和U两人独处 希望这样能唤醒杨子 可两人只是不言不语地面对面坐着 杨子一句话都不想和U这个变态说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三天 杨子不吃也不睡 只是斥责U是个变态 一天早上杨子喊着手疼 U急忙心疼地为他解开了身上的麻绳 杨子见死机会用力推开了U 逃下车拼命向引出奔去 U见好不容易回到自己身边的杨子要离开 在海滩上追逐着 杨子的速度还是没有U快 一会儿就被追上了 他被U安倒在地 只能无奈地发出嘶吼 U告诉杨子 因为自己爱杨子 无论杨子做什么他都会支持 但他绝不希望杨子进入邪教 杨子文言扎了起来 他对这个偷拍女孩的变态的爱 没有丝毫信任 杨子按住U的身体 高声颂读起 格林多前书的第13章 那是圣经中对爱的注解 若将救济所有的穷人 也能舍己身叫人焚烧 但如果没有爱 仍旧没有益处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自私 不轻狂不嫉妒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别人的恶 知识与能力 必将归于虚无 但爱是永不止息 如今长存的便是 有信有爱有望这三样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爱 杨子说着被这深刻的爱震慑 不禁热泪盈眶 但又顾不上深思杨子的话 只是尽快将杨子绑了起来 带回了车里 两人又开始在车里沉默地对坐 一天上午 幽正带着杨子在海边放风 几辆黑色面包车驶来 车上走下了林教会的信徒 其中还有林和林教会的主教 他们夺走了杨子 并将幽抱打了一顿 扔进了车里 接着被扔进车里的 还有幽的三个朋友 显然是林教会抓住了他们 在暴力殴打之下 朋友们不得已透露了 幽和杨子的位置 幽被打得遍体鳞伤 在车中的角落里痛苦地喘息 当林让幽看向杨子的裙摆之下 他的身体还是不争气地 起了反应 林强硬地将匕首 塞进了杨子的手中 逼迫他将最后的根源割下来 杨子不忍心下手 却只能被林推着向前 幽看着迟到的杨子 没有恐慌 而是激动地 向他表达自己的爱意 见此情形 林恶狠狠地威胁道 如果想保全你的器官 就加入林教会 幽根本不屑遗骨 只是看到杨子恐惧到 浑身颤抖的样子 幽只好勉强答应了林 加入林教会 从幽进入林教会的那一刻起 他就在谋划着拯救杨子 他专注地听着林教会的步道 积极地跟着教徒们 学唱圣歌 一副非常虔诚的样子 甚至为了不再对杨子 其声力反应 他拼命地运动 那之后 就连面对杨子掀起的裙摆 幽的身体都在无反应 他继续在林教会内生活着 一天林叫来了幽 并对他百般挑逗 但幽完全不为所动 就连他热切地亲吻着幽 幽也只是激烈地挣扎着 林感到十分失落 丢下幽离开了 但林心里明白 幽绝不可能真的就这样 相信林教会 他一定在计划着拯救杨子的行动 这愚蠢的反抗 让林觉得十分可笑 但隐隐被幽虔诚的爱所震撼 半路上 他时常待在身边的小鸟 从胸口的衣服中钻了出来 第二天林告诉幽 他已经可以去参加培训了 参加完培训 他就可以成为被认可的执行者 在这场培训中 幽闲得有些格格不入 当不要求形容空洞时 别人说的是黑洞或者是隧道 而他给出的答案则是爱 到了培训最后一日的夜晚 所有人围扯一圈 像折内时一样 不要求忏悔自己的罪孽 可幽的自白 却不像他人说着生活的悲惨 而是说起来 他没有与心爱的女孩面对面的 倾诉自己的爱意 反而绕了远路 为此他十分后悔 但在他不再有强烈的生理反应后 反而有更多的时间 清理自己的思路 这比身体的欲望要更加高洁 这才是爱 在一旁听着的灵 再也无法保持一观的笑容 他正正地听着幽的情愫 眼中似乎有泪光 在成为执行者后 幽被允许进入更多的区域打扫 也不再被限制人身自由 他在办公室里找到了两者居住的房间 决定开始拯救他的行动 幽联系上了地下聚会中见到的炸弹客 要来了一枚炸弹 并让朋友们送来了 自己接下来用的东西 那是蝎子小姐的衣服 一些刀剑 和他珍藏多年的圣母像 幽将炸弹只在灵教会的大楼中 带上武器 乔装来到了梁子所在的六楼 路上 灵教会的主角认出了幽 下一刻 便被幽的匕首刺进了静动脉 鲜血喷涌而出 主角在地上痛苦地哀嚎着 不一会就没了动静 接着 幽换上了蝎子小姐的衣服 拿着长刀 在六楼不住地寻找着 身后的警卫追逐着幽的踪影 但幽没有在意 只是一间一间房间地寻找着羊子 终于幽找到了正确的房间 林的小团体和羊子 正在其乐融融地吃着午饭 一同吃饭的还有哲和勋 幽大叫着 自己是蝎子小姐 回到砍向了身后的警卫 但他很快就被抓了起来 林让警卫退出房间 自己上前 嘲讽着幽的鲁莽行为 羊子却只是在远处 惊恐地盯着幽 哲和勋看到幽疯狂的模样 急忙劝说他 希望他恢复清醒 幽却顾不上这些了 可哲和勋却死死拉住了幽 羊子也在惊恐中哭泣着 幽看着众人执迷不悟的羊子 从怀中掏出了炸弹按钮 一声巨响 林叫回的大楼就此炸毁 幽趁机要带羊子离开 其他人的桎梏 却让他动弹不得 可羊子却在此时爆发了 他推开压着幽的人们 将幽一板安在了地上 四次掐住了他的脖颈 纠缠中 幽心爱的圣巫像 从怀中掉了出去 但他顾不得那些 他只是不住地倾吐着 对羊子的爱意 羊子听不进去 甚至在林的捣窜下 要掐死幽 幽没有挣扎 虔诚地看向了心爱的圣巫像 眼中流下了鲜红的泪水 林却踩在了圣巫像上 见幽看过来 他竟一把将圣巫像摔得粉碎 幽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他推开羊子 站起身来 却被折一把抱住 警察也在此时此刻 闯进来按住了幽 幽失去了理智 不停地大笑着 全身也不住地颤抖 幽的笑声 羊子的尖叫 和警察的劝刀混杂在一起 场面混乱无比 角落里的林却捡起了幽的长刀 对准自己的胸口 毫不犹豫地刺了下去 他死死盯着幽的方向 口中念念有词 祈祷着 幽能够彻底崩溃成碎片 长刀穿透了林的胸膛 他奄奄一息地歪倒在地上 最后只呢喃着 给我 给我 就失去了声息 而那只小鸟 却从他的胸口钻了出来 不明缘由地鸣叫着 在幽引起的暴动中 林教会的两位头目相继死亡 这个邪教也就此解散了 风波过后 则带着群参加了 政府组织的邪教受害者救助瘾 在这里 他再也不必每日反省 所谓淫欲的罪孽 可以坦诚地说出 自己对群难以 而羊子则被安排到了 远方的亲戚家中借助 这一家人都很好 家庭戏份温馨而亲民 他不再迷信林教会的洗脑 开始了平稳而正常的生活 归是神差的 羊子买了六工作时 拍摄的偷拍影片 一个人默默地观看着 心中无为杂陈 至今他也不明白 幽的那些举动 到底是为了什么 接下来的日子里 羊子常常听亲戚家的女儿 讲述自己的恋情 小女孩告诉羊子 他喜欢的男生非常帅气 受很多人欢迎 尽管有许多竞争对手 但他不会放弃 因为那个男孩 曾像王子一样拯救了他 而幽在那场暴动之后 精神彻底崩溃了 他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也不记得曾经发生了什么 他只知道自己是蝎子小姐 好想要保护什么人 于是有每天都戴着假发 穿着蝎子小姐的衣服 手里拿着木刀 在人群中疯狂挥舞 似乎连身边的空气 都是他的敌人 夜里又也不能安然入睡 他常常瞪着眼睛到天亮 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 一天夜里 羊子听见了女孩的哭泣声 他打开灯 关切地询问女孩哭泣的原因 女孩告诉羊子 自己时常流出血泪 那一定是血 还让羊子帮忙看看 可女孩脸上的泪水 并不是红色的 看着羊子困惑的表情 女孩赶忙道歉 说自己可能是说胡话了 恍惚间 羊子突然想起 那天他把U压在地上的时候 看见U的眼中流出了血泪 一个人该有多么悲怂 多么绝望 才会让眼泪都变成血液呢 这一瞬间 羊子才理解了U的举动 那些倾诉爱意的话语 自自真心 而那些看似疯狂的举动 从始至终 都是为了拯救自己 理解了U深刻的爱意 羊子禁不住落下泪来 她已经被U从灵教会解救出来了 可U却被她的无知和偏执 狠狠地伤害了 羊子下定决心 要拯救已经崩溃的U 就像她曾经解救自己一样 第二天 羊子来到了U所在的精神病院 她在衣服内藏了一把小刀 接着打听到了U的位置 怀着坦塌的心情 羊子终于见到了U 可眼前的一幕 让她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悲伤 只见U打扮成蝎子小姐的模样 手握长刀 孤零零地坐在沙发上 羊子明白 现在的U已经被困在了 两人出狱的那天 她唯一的执念 就是保护自己 拯救自己 羊子轻轻坐在U身边 呼唤着U 可U却全然没有认出面前的少女 就是自己的一生所爱 她如同与羊子出狱的那天一样 温柔地笑着 告诉羊子自己是蝎子小姐 还说身上的衣服 是自己最喜欢的一套 羊子挤出一个带泪的笑容 夸赞着U的美丽 U看见羊子流下的眼泪 急忙关起地上前询问 告诉羊子如果有烦恼 就给她打电话 这一字一句 都是U曾作为蝎子小姐 跟羊子说过的 往事一幕幕出现在羊子的脑海中 她哭着向U道谢 而U却只是说着 没有关系 护士通知U已经到了回房间的时间 U听话地站起来 朝房间走去 羊子急忙跟了上去 握住了U的手 这熟悉的触感 似乎让U想起了什么 她告诉羊子 自己曾经救过一个 和她一样的女孩 可U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回想起 那个女孩的面孔 羊子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悲怅 她抱住了U 哭着祈求她清醒过来 回想起曾经的一切 可U却十分惶恐 她不明白面前的女孩 为何如此激动 但内心却似乎有着 某种汹涌的感情 要破土而出 医护人员制止了羊子 可她不肯放弃 大声向U道谢 一遍遍祈求U 能够清醒过来 可U却惊恐地缩了起来 叫羊子出去 在她心里 她是蝎子小姐 不是羊子口中的什么U 羊子决意要唤醒U 她从衣服中掏出匕首 疯狂地挥舞着 喝退了医护人员 反手锁住了门 机械朝U奔去 她明白警察很快就会赶来 自己的时间有限 羊子抱着U哭泣着说道 是你拯救了我 让我清醒过来 现在轮到我来拯救你了 快清醒过来吧U 我错了 我曾经以为我爱的是蝎子小姐 但我爱的其实是你啊U U方寸大乱 她不停地喘着粗气 问着U到底是谁 羊子笃定地告诉她 U就是你啊 你曾穿着蝎子小姐的衣服 两度拯救了我 你就是我的英雄 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快想起我 U似乎回想起了什么 眼中满是泪水 她从记忆的缝隙中 找到了面前哭泣女孩的姓名 颤抖着呼唤了一声 羊子 羊子激动地笑了起来 警察就破门而入 将她拖走了 在挣扎过程中 羊子依旧在呼唤着U的名字 祈求着她快恢复记忆 清醒过来 而U也在汹涌的情感中颤抖着 喃喃自语着羊子的名字 又被医护人员扶到床上坐下 突然 她从吊在地上的镜子中看到了 自己两腿之间 有一个凸起的器官 这便昭示着 她不是蝎子小姐 而是一个男性 羊子说的那些都是真的 往事一幕幕浮现在U的眼前 她想起了母亲慈爱的面容 教堂中高洁的圣母笑 和与羊子出狱那一天 她身披白纱的模样 眼泪夺眶而出 U终于找回了自己的记忆 而她的器官 也随着爱的苏醒 起了剧烈的反应 恍惚间 U看到了羊子身披白袍 脱胎白纱的模样 她站在一处荒地 朝U温柔地笑着 一柄巨大的十字架 从她身后缓缓升起 她的身影 也逐渐和圣母相重叠在里面 U找回了对羊子强烈的爱 她狂奔起来 要追上被带走的羊子 在奔跑之中 她脱下了蝎子小姐的衣服 扔掉了假发 高声呼唤着羊子的名字 U终于可以坦荡地 作为自己 却爱羊子了 此时的羊子 正在行驶的警车中 气不成声 隐约间 她听见了U的声音 她机械地回头 看见的正是U 在车后追逐着自己 羊子用手臂 扼住前座的警察的脖颈 胁迫她将车挺了下来 U也在此时来到了车外 看着痴癌 坐在车内哭泣的面孔 U激火攻心 硬声声用轴 打破了车窗 向羊子伸出手 羊子立刻拉住了U 两个热气带着彼此的灵魂 终于在此刻重逢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两个现火纯真的少年 也在爱情中迎来了圆满的结局 这部电影表面上看起来 似乎屋里头 甚至有些恶趣味 但却在很多地方传递了深刻的意义 在故事的开始 对性成瘾的哲被熏抛弃 她自敢罪孽身中 反兴起自己的原罪 甚至要求我儿子U也这样做 在基督教的理念中 原罪是亚当和夏娃 违反了伊甸园的规定后 人类便有了与生俱来的罪恶 而在影片中 原罪则更多的隐移着性 而不论是基督教堂 还是灵教会 都指代了世俗的眼光和观念 在整个故事中 所有人都曾被性的负罪感束缚 而对比最鲜明的 则是灵和养子 灵的父亲对性生物痛绝 也因此用极端的手段教育他 这让灵对性有着深刻的恐惧和敌意 也对自己产生了浓重的自我厌恶 可在他发现说这性是罪孽的父亲 也会有生理反应的时候 他的价值观彻底扭曲了 表面上 灵反抗了自己的父亲 剪断了他的器官 可他对原罪 也就是性的敌意 没有丝毫减弱 这种执念使他并没有从内心的困境中解脱 因此他进入了灵教会 并成为了邪教头目 实际上是从一种教条 投入到了另一种教条罢了 灵成为另一个 被激情的道德压迫后的新的压迫者 这种扭曲的道德观 和他对自身的厌恶产生了毁灭欲 当他看到与自己相似的优势 便无法克制地 希望拖着他一起跳入深渊 却也被邪真挚的爱意深深吸引 在他身上找到了被拯救的可能性 在影片中 灵看到了邪崩溃的模样 他认为自己终于彻底毁灭了邪 但这世上唯一一个 拥有真挚爱意的人的崩溃 也让他彻底失去了被拯救的可能性 因此 他毫不犹豫地拿起了长刀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但直到临死之际 他都在呢喃着给我给我 他对于被拯救的渴望 从未停止 而杨子和灵子截然相反 与灵极端境遇的家庭不同 杨子的父亲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 甚至对自己的女儿都有非分之想 这过度的淫欲 让杨子对性产生了同样的厌恶与恐惧 他也开始对男性抱有敌意 甚至误以为自己是女同情恋 也因此掉入了灵设下的陷阱 但好在有忧的拯救 他从内心的束缚中挣脱出来 拥抱了自己的生活 在电影中 时刻贯穿着的神性的象征 杨子期待的男性伴侣 是一个如同耶稣一样的人 而又也一直寻找着 拯救自己的玛利亚 他们真的是为了成为彼此内心的神吗 或许不是的 在影片中 灵时刻与自己的绿色小鸟待在一起 但当它被由真挚袋打动时 那只小鸟 曾从它的灵口钻了出来 而在灵自杀身亡的一刻 那只小鸟彻底自由了 那只小鸟就是 人美好的本心的象征 当代表着残酷的教条的灵死去 他对真挚的追求 才能够摆脱束缚 托斯托耶夫斯基曾写道 要爱具体的人 不要爱抽象的人 无论是耶稣还是玛利亚 实际上都是活在 人们对于美好的空想中 而那些空洞的教条 也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文字和话语 只有两人温暖的双手 真切地牵在一起 才能看见爱真正的意义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优秀气网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